火箭营球却赢一坏消息,勇士有望抢期,杨毅苏群给出一致答案,一场攻防质量极高的天王山之战,最终以火箭险胜,而告终,就此,勇士四年来首次在系列赛中2比3落后对手,这场比赛确实看得过瘾,双方打到现在,武器库里已经弹尽两绝,能上的球员都上了,能打的差数也都跑出来了, 纵观前几场,双方更多的是在打巨星球,火箭就不用多说了,整个赛季都尚如此,哈登和保罗依靠强大的个人能力来带动这队友,而勇士则不然,球队的助攻数相比以往着实要下降了不少,打球风格完全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那只勇士,费劲啊连续的两场败仗,勇士一共输掉7分,最后时刻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失误, 杜兰特在本场第四截中只得到2分,作为科尔对付火箭的核武器,这样的表现显然不及格,值得一提的是,杜兰特本场的助攻数为0, 真的是将单打进行到底的节奏,勇士替补习本场只贡献了4分,就勇士莫牵的这种状态,真的是仅仅因为缺少伊哥达拉吗? 登戈火箭在哈登三分球11中0的情况下,硬是把比赛给咬下来了,为他们的这股韧尽点赞,主教练德安东尼依旧坚持7日轮撞, 试想一下,在这样高强度的对抗之下,球员的体力消耗太大了,科尔此意大胆的启用了维斯特和库克两位球员,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拖垮你,没有体力,弹和进攻, 圣保罗要知道,火箭能走到今天,可不仅仅是靠哈登一人,可别忘了保罗这号人物,下半场正是凭借保罗的这16分,火箭才得以咬住对手,更是为最后的胜利定下了基调,不幸的是,体力激进透支保罗在最后时刻拉伤了大腿,下场能否出战还有待检查, 而这对于火箭来说,无异于晴天霹雳,系列赛还有两场,走投无路的勇士,还有望拖入抢期吗? 对此,评论员杨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这样表示,以火箭这样的比赛方式,他们没有机会再打败勇士,尽管3比2领先对手,言外之意,杨老师认为,勇士能够把比赛拖进抢期, 而苏群老师在赛后也同样认为,勇士有极大机会打进抢期战,两位老师对此,你们怎么看呢?